11106集 党魁 侯爷早已经过了需要他出面拼杀的年纪 但是莫小瑜只要是说要他打个招呼 他就毅然再次出山 虽然不是去拼杀 但是这其中的风险还是有的 鸿门中很多人不理解 但是林侯的命令却不容反对 这些人只有执行的份 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轰动 红爷并未到机场迎接林侯 而是莫小瑜和林侯 以及其他几个暗地里保护的人 一起去了唐人街见红爷 哎呀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啊 鸿门最辉煌的时候也过去了 要不是秦雷那个混蛋 毁掉了红门大部分的精英 红门是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一大帮派的 算了 现在再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 好在是秦雷那个混蛋死在你的手里 也算是为红门报仇了 林侯在前 莫小瑜落后半个身位 跟着侯爷一起进了红爷的唐人街 这次红爷啊 没在白谱 而是站在了门口 看到林侯和莫小瑜急步上前 林侯伸手握住了他仅有的那只手 老林啊 你不厚道啊 怎么多年也不来看看我 红爷开玩笑道 我不来看你 你怎么不去看我呀 林侯反江义军说道 我这不是不方便吗 红爷看了看自己剩下的这一只胳膊说道 行了 行了 不要解释了 你这是没胳膊 又不是没腿 头膜也能去看我呀 我看你呢 就是没这份心 我这次要是不来啊 你这辈子就不想见我了是吧 两个老头当着不少年轻人的面 一见面就开始掐了起来 当然了 这都是兄弟情 说多说少都有情分在里面 一连好几天 守在机场的人都没有接到莫小瑜来美国的消息 但是几乎每天都会去查询莫小瑜的机票信息 这让陈志和很恼火 非但如此 他的东甲更是恼火 叔叔 你怎么回事 莫小瑜到底什么时候来美国啊 为什么每次都是放空炮 每次都是订了机票 又不登机 叔叔 你不会是告诉他什么了吧 陈志和给陈副总打电话问道 你这话说的 我和他说这些干啥呀 你是我侄子 我说了你做的这些事 他不是更恨我啊 哎呀 以我看的 你还是算了吧 你也不要回国了 在国外找个地方好好工作 啊 你再打这个主意 怕是不行了 人家都开始注意到你们了 陈副总说道 他一边说啊 一边在小声询问身边的翟尾刚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原来莫小瑜接到了翟尾刚的电话之后 说陈副总啊 好像不老实 还在和陈志和联系 于是就让翟尾刚调查了一下陈副总到底和他的侄子还有什么猫女 这次陈副总倒还是老实 把自己和陈志和继续勾连的事说了一遍 都是陈志和找他 他自己可是从来没有找过那个把自己害死了的侄子 叔 你放心吧 你也不想想 这里是美国 不是中国 这里是3K党的地盘 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我这次一定灭了他 我和你说过了 解释生物那套技术 如果要物一旦上市 那就是天价财富啊 几辈子都吃不完的财富 你懂不懂啊 陈志和有点着急了 我懂 但问题是 现在不好下手啊 他都有方法了 我现在住的地方都是美国人在把守 莫小瑜雇佣了美国的保安公司啊 你知不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叔 要是有莫小瑜的最新消息 你一定要告诉我 这笔财富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我现在已经不能回国了 我要是再不能找点后半生的积蓄 我这辈子我都白干了 陈志和神经质的语气让翟尾刚也是一了 这小子是走火入魔了吧 陈志和打完电话 回到屋里时 看到屋里的人都在看自己 这里不是3K党的聚会地方 这里只是自己和同学租住的房间 但是屋里呢 可是有几个3K党的人 他们看着陈志和问道 陈 你的消息真的准确吗 准确准确啊 当然准确了 那个内应啊 就是我叔叔 那还能骗我吗 陈志和解释道 可是半个小时之前 我在唐人街的眼线告诉我 莫小鱼已经到美国了 而你还不知道 什么 不可能吧 陈志和一下子傻了眼问道 不可能 你来看看这个 那个人把手机扔给了陈志和说道 陈志和接过来一看 我靠 可不是吗 这个人就算是烧成灰了自己都能认识他 可是他到底是怎么入境的啊 莫小鱼有十本各式各样身份的护照 而且这些护照都是真的 英国的护照免签率很高 所以持有这些护照出入其他国家很容易就能办到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又是同根同源 那更方便了 而且陈 这件事你要给我解释 不然的话 算了 你还是回去向我的老大解释吧 这个老头是鸿门的人 他常年都窝在唐人街不出来 但是这次居然出门来迎接这个人 这个老头肯定也很有来头 陈 这个莫小鱼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能请得动这些江湖大佬 那人问道 这个 我也不知道 我没觉得莫小鱼有多不一样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陈志和眼蒙了 嘀咕道 好了 走吧 回去向我的老大汇报 三K党可不是傻子 陈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骗我们 我们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那人威胁道 说完 不容陈志和解释 将他带上了汽车 直接开走了 等到自己的眼罩被摘下来时 看到这里金碧辉煌 耳边再也听不到那些嘈杂的汽车喇叭声 反倒是有些虫鸣鸟叫 你和我说这是一个大生意 有很大的前途 我们听了你的话 现在好了 把鸿门的人彻底惹毛了 虽然我们也不怕鸿门那些华仔 但是大大杀杀的事情 现在还是少做 我们想发财 但是不想被注意到 陈 给我一个解释吧 陈志和这才听到声音的来源 是在屏风后面 陈志和暗骂 妈的 一个美国三K党 把家里布置得跟中国古代皇宫似的 真他妈有钱 陈志和要不是知道说话的是谁 还以为自己穿越了呢